在8年前 篮球智神Michael Jordan 接受了2K公司的一次访问 在这短短的4分钟的采访中 Jordan告诉了大家很多事情 包括他从小是看着Dr.J 还有David Thompson等人打球长大 很喜欢他们的篮球风格 随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Ogmail在参加训练营的时候 一直挑衅Jordan打不过他 乔神对他说 听着你可能是最强的高中生球员 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篮球员 随后就把Mail彻底打爆了 紧接着主持人再问道 如果你还在巅峰期 你想和谁单挑 从Jerry West开始再到贝勒爷 巅峰期的Kobe Lebrock Devade Melo 并且Jordan都有信心不会输给他们 但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除了Kobe 因为他偷学了我所有的招式 Jordan和Kobe身为两个不同年代的人 很可惜没有能够见到巅峰时期的他们 在赛场上过招 但是给篮球界带来巨大影响的两人 并且在生活中也是好朋友的两位名人堂球员 在他们都还在NBA效力的时期 曾有过11次交手 其中常规赛8次 全明星3次 而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这8次的正赛中 Jordan和Kobe交手的过程和故事 首先将时间退回至96-97赛季 洛杉矶湖湖人在前一年 经历了Magic Johnson的短暂复出 在96年的夏天与Shaq O'Neill签约 同一时间以高中生身份参见NBA选手的Kobe 被黄蜂队选中之后交一只湖人 开启了自己的NBA菜鸟赛季 而这一年是Jordan和公牛正向着他们队史上 第二个三连冠所向前迈进的重要年份 18岁初出茅庐的新人Kobe 都已经成为联盟传奇 并且继续书写传曲的Jordan 在美国时间1996年12月17号 迎来了他们的首次碰面 这一整个赛季 Kobe作为高中生菜鸟 虽然出场了71次 但只有6次首发 绝大部分时间他都以替补身份登场 两人第一次在球场上的首次对位 Jordan的瞬间起诉 让Kobe完全无法跟上他的脚步 Jordan轻松挂篮得分 而这场比赛Jordan多次上演精彩的禁区切入 转身跳投 虽然胡人一方几乎没有防守队员 能够阻止来自Jordan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但是胡人自己的进攻效率却非常高 一直到第四节还剩7分钟的时候 仍然107比95领先 可是公牛在随后的几分钟 一直利用造犯规 依靠罚球以及三分球将比分扳平 拖到延长赛 伴随着最后时刻 Shaq关键的两发不中 队友连续投丢三分球 反观公牛这里 每次被犯规之后 动了很稳定的罚球得分 最后以129比123反败为胜 和Jordan秀翻全场 出场47分钟 砍下30分八篮板和三助攻相比 新人Kobe只替补出场了10分钟 得到5分 几乎没什么尽头 而Kobe在最后时刻的两次罚球也没有投进 在哨场结束前 最后的三分尝试也没能命中 对于那个时候的黑曼巴来说 想要在神的主场将Jordan和公牛队击败 还需要更多的修炼 双方的第二次教授 在不到两个月后的1997年2月5号发生 这一次由胡人座阵出场优势 在斯泰布斯中心迎接公牛的挑战 而Jordan在第一节就火力全开 凭凭命中中距离跳脱得分 随后又在首尖末尾 打开了三分球账户 接连命中两季三分 帮助球队以23比20领先胡人 并且在第一节即将结束的时候 上演了一次非人拉根上篮 而T5登场的Kobe 在第一节的最后时刻利用掩护 快速冲击篮下 与队友完成了空中接力上篮得分 同时在第二节一开始就命中了一极漂亮的三分球 帮助球队拉开比分 但是Kobe却在随后与Jordan的对位防守当中 尝试封阻Jordan的转身跳投 可惜没有成功 让Jordan得到了两次罚球的机会 而Kobe也在这个时候下场 作为新人的黑曼巴 在与Jordan的第二次对战中 一人替补登场13分钟 砍下5分 公牛将希望寄托在Jordan和Pippen两个人身上 因为全场比赛只有他们两人手感最好 Pippen拿下22分 Jordan砍下27分 但是胡人阵中却有4个人得分上双 其中Kobe砍下全场最高的34分14篮板 Nick Van XL砍下了24分13助攻 胡人在自己的主场以106比90将公牛击败 而在96-97赛季结束之后 Jordan和公牛拿下了自己的第5座总冠军 同时Jordan也第9次拿下了得分王的称号 并且当选Final MVP 而胡人全年以56胜26负的成绩排名西部第4 在地后赛第二轮被拥有犹他双杀的爵士队伊比斯击败淘汰出局 Kobe作为新人球员 在他的第一个赛季出场时间非常有限 虽然全年仅仅首发了6次 场均登场15.5分钟 卡下7.6分 1.9篮板和1.3助攻 但是Kobe在这一年的全明星周末上 赢得了扣篮大赛的冠军 以18岁的年纪成为了NBA历史上最年轻的扣篮大赛冠军 并且入选最佳新秀二阵 而这一年的年度最佳新秀 给76人的传奇 也是96届的选秀状元 Illand Iverson拿下 时间到了97-98赛季 Jordan和公牛将目标放在第二个三连贯赏 相为二年级生的Kobe 他作为顶级后卫的潜能也在慢慢浮现 登场时间也从场均7.6分钟提升至15.4分钟 Kobe和Jordan的第三次较量 在1997年的12月17号的芝加哥正式打下 而新生夺人的Jordan 在一开始就命中一季三分球 宣告比赛正式开始 进入比赛状态的Jordan 又是一季扣篮将比分扩大 并且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成为了整场比赛的主角 先是面对胡人的多人包夹 完成滑翔上篮 又在和Kobe的1-1攻防战中 利用鬼脚步找到防守空隙 上篮得分 紧接着Kobe也很快完成了自己的首次得分 面对Jordan的防守 直接干拔三分出手命中 而Jordan在下一回合的反击中 和Kobe进行一对一单打 右侧突破之后 采取后撤步拉开距离 停顿之后再次出手 而被假动作骗到的Kobe提前起跳 落下的时候已经处于犯规状态 而Jordan也因此获得罚球机会 而Kobe也在自己的进攻回合 和队友精彩配合 趁Jordan注意力没有集中 快速启动篮下接球 紧接着就是一记双手暴扣 怀疑颜色 随后Kobe又完成了1-1 背身单打Jordan 转身后仰跳投命中 而Jordan也毫不示弱怀疑颜色 截到Roman传球之后启动 强制Kobe上篮得分 而比赛到了第三届后半段 Kobe用精彩的拉杆上篮 让自己在这场比赛的数据 来到23分钟21分 但是胡人队却以67比90落后于公牛 在Jordan利用挡拆再次得到2分之后 他在今晚的得分正式来到36分 而Kobe在随后的一次快攻中 上演精彩暴扣 镜头也很识趣地对准了 在场下休息的Jordan 毕竟这两个人都年纪轻轻 就拿下过扣篮比赛的冠军 伴随着一颗3分入网 Kobe在今晚的得分也来到了29分 但是两队的比分差距非常大 在第四节还剩下1分钟的时候 胡人仍然落后21分 而比赛的最后 Kobe罚球不中 队友抢到篮板之后传球 Kobe二度上篮得分 并且对方犯规 再一次拿到2加1 命中之后 Kobe也拿下了33分 而全场比赛结束 公牛以104比83战胜胡人 Jordan登场35分钟 22投12中 砍下36分 5篮板4助攻 而Kobe登场29分钟 20投12中 砍下33分 3篮板2助攻 胡人这一方因为Shack的缺席 以19分的分差输给了公牛 效率是要优于Jordan的 记者在赛后采访中问Jordan 对于Kobe这位年轻的小伙子 有什么看法 Jordan说 他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已经掌握了很多的技巧 并且充满了自信 只需要继续给他时间 让他展示自己就够了 因为我感觉到 他真的非常优秀 他进入联盟只有两年的时间了 同时他也在学习很多东西 并且我很确定 他已经是联盟中的顶级球员了 如果他继续学习 并且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他可以进步得更快 做得更好 同时Jordan还说 在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 Kobe主动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他想知道 我的转身后腰跳投 是如何封锁防线 并且如何进入防守区的 我就告诉他 你需要用你的腿 用你的脚步去感受防守 当你通过脚步的试探 察觉到防守出现缝隙的时候 就可以取得闲击 而记者随后又问到 对于这些进攻技巧的秘密 你好像很乐于告诉他 Jordan回答 当然没关系了 我觉得这些可以增加他的篮球技巧 而且我不会拒绝回答问题 但我也不会告诉他太多的事情 因为这个孩子还在继续学习 相信我 他很快就会在短时间之内 变得更加优秀 而在三个月之后的1998年2月2日 Kobe和Jordan迎来了第四次的碰面 有意思的是 这一场比赛的赛评 就是和Jordan发生了很多次过节的 微笑刺客 而是Thomas 同时也因为之前 Kobe和Jordan请教的事情 各大媒体和Thomas也都说 Kobe和Jordan这一次的对抗 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战斗 这场比赛在Kobe替补登场之前 Jordan频繁运用脚步 在中距离撕扯胡人的防线 找到机会出手得分命中 以往胡人因为Shaq缺席 球队在得分能力上面不及公牛 可是本场比赛Shaq回归赛场 即使Jordan的中距离手感爆炸 但胡人仍然可以在比分上面取得优势 在一次胡人的进攻中 Tayton在防守端完成抄截 推进过半场传给Jordan 后折一击扣篮 让公牛在气势上大涨 而Kobe替补上场之后 很快和队友进行了一次防守反击 完成快攻上篮 但随后Jordan也在和Kobe的一对一当中 快速启动 紧接着后撤不得分 而本场比赛 从第二节开始 除了Jordan和Kobe之外 Pippen也参与到了这场对抗中 他接到Jordan传球 立刻命中三分 而Kobe丝毫不示弱 在他们的下一个进攻回合中 在另一个半场的相同位置 也命中了三分 自信的神色就好像在说 我要挑战公牛王朝的这两位大哥 而在半场比赛结束前 Jordan又在Shack面前 中距离跳投命中 帮助公牛惊咬比分 而比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插玻璃则电视访问 记者问Kobe 我有一个看法你同不同意 假设现在 有一个球员 他打得和Jordan一样好 但我认为 他们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 我们会有第一个Kobe 第一个Grand Hill 但是他们不会成为第二个Jordan Kobe回答道 这就是我想说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Dr.J有他的时代 当Jordan来到联盟之后 外界会拿他们俩进行比较 人们会非常主观地比较球员 但每一个成功的巨星 都会成为他们各自时代的标杆 记者还问道 上一场比赛 大家看到你和Jordan 偶尔会窃窃私语 你们在聊什么呢 Kobe说 就是一些简单的脚步 还有进攻方式 当然还有一些竞争意识 记者问 你觉得有帮助吗 还有你可以稍微透露一些吗 Kobe笑着说 当然有帮助了 但是我可不能告诉你 否则Jordan可不会饶了我 下半场比赛开始 Jordan倍身对抗Kobe 多不知篮下上篮成功 一上来 就被Jordan得分的胡人没有着急 他们非常耐心地在下一波进攻中寻找机会 Shaq拿球之后 等待队友的跑位 Kobe从右后方接球 利用Shaq的掩护 快速冲击篮下 双手暴扣得分 而防守Kobe的Pippen 没有跟上这个加速 黑曼巴投席成功 而Kobe很快就拦截到了一次 公牛的界外发球 加速冲击篮下 起跳暴扣 虽然Jordan在Kobe准备起跳前 就已经犯规了 但是这一季灌篮 依然让胡人的主场 又一次嗨了起来 Kobe也知道 自己现在手感发烫 在45度角的位置 接倒传球之后 立刻三分命中 即使Jordan还在苦苦追赶比分 但是此时的胡人 已经将优势拉开至20分了 球队大比分的领先 再加上Kobe的状态越来越好 他不断尝试利用速度 进攻公牛的防守 冲击篮下 一次不行就两次 Kobe用他的速度强制Pippen 随后在Jordan前来补防的时候 起跳拉杆 完成制空上篮 将整个四台捕斯中心的氛围 推向顶点 在这一刻 Kobe就是场上最善良的那颗心 而在比赛结束前的 两次进攻回合中 Kobe面对Pippen的防守 越来越得心应手 先是一记精彩的背后过人 篮下得分 随后又在左侧底角处 面对Pippen投进三分球 宣告比赛结束 而正常比赛 Kobe踢不出场26分钟 砍下20分四篮板 Jordan砍下31分 但是胡人除了Kobe之外 还有另外三人得分上20 总计四人砍下20加 而公牛这里 只有Jordan一人贡献31分 最终公牛以87比112落败 虽然在和徒弟的对抗中输了 但是Jordan和公牛 仍然完成了他们第二个 三连关的目标 而98年的这场比赛 也让所有的观众认为 这会是Jordan和Kobe 他们两人最后的较量 一直到2001年9月25号 已经退役两年多 在华盛顿巫师 当任总裁的Jordan 突然宣布回归赛场 关于Jordan这次的付出事件 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 收看我往期制作过的相关影片 而Kobe也从1999年 拿到总冠军开始 变成了真正的联盟巨星 这一对粮食亦有的缘分 在赛场上还未结束 2002年2月13号 Jordan在华盛顿的主场 迎来了他和Kobe的第五次较量 两人在首节并没有过多的对抗 但是只要有得分机会 不论是Kobe还是Jordan 都能够很好地将其把握住 命中投篮 Jordan尽管已经38岁了 但是老当益壮的他 在第一阶末尾 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转身突破扣篮 造成对手犯规 在第二阶开始 Kobe除了频频助攻队友得分之外 只要找到机会 他就可以完成这种惊天操作 找到防守空当 空中上篮没有得分 但是快速抢下篮板之后 再接双手爆扣得分 徒弟在主场秀了一下 身为老师的Jordan也没有示弱 背身接球之后直闯篮下 完成招牌拉杆上篮 飞人虽然老了 但是偶尔挥动一下翅膀 也不在话下 除了篮下的进攻之外 Jordan也在面对两名防守队员的情况下 命中飘移投篮 将巫师的领先进一步扩大 又在Kobe准备一对一进攻的时候 突然上前完成抄截 错了一番Kobe的锐气 但是黑曼爸在本场比赛 除了自己得分之外 也把自己当成诱饵 吸引防守火力 看准机会助攻队友得分 而已经拿下13分的Jordan 随后又在一次进攻中 利用自己的速度和灵性 投进了关键一球 一记假动作 直接骗过了对手的防守 稳定中距离得分 Michael Jordan的好胜心 驱使着自己再一次站在场上 可是不会输给这些年轻人的 而在第三节还剩最后一分钟 Kobe在Jordan持球进攻的时候 也看准时机 完成了一次犀利的抄截 面对拍马赶到的防守队员 黑曼爸冷静上篮得分 而在这之后 胡人也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Kobe的得分 帮助紫金军团赶超了比分 但Jordan的能量还没有消耗殆尽 运用脚步打乱防守节奏 快速地转身之后 面对防守 冷静跳投得分 师傅的演出刚落幕 学生也立刻上演精彩好戏 Kobe一对一进行单打 转身起诉 假动作投篮完全骗过防守 紧接着中距离得分 完成了如此顺畅和华丽的进攻 而Kobe和Jordan两人为数不多的队位 终于在本场比赛最后的1分11秒出现了 Kobe三分线运球之后 利用脚步试探防守 左脚微微踏出一步 将Jordan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侧 Kobe直接投篮命中 尽管Shax在本场比赛没有出场 但是贡献了23分 11篮板 15出攻 大三元数据的Kobe 率领胡人 最后103比94 逆转击败Jordan的巫师 而38岁的Jordan 在本场比赛同样也砍下了22分 5篮板6次助攻 两个月之后的2002年4月3号 胡人在自己的主场113比93 大胜了巫师队 但是本场比赛的主角是Shax 他一个人贡献了22分18篮板 帮助胡人获得胜利 而Kobe和Jordan的上场时间都非常的少 Kobe14分6助攻 Jordan替补登场只得到2分 网络上也没有搜寻到本场比赛的录像 如果有观众找到的话 请在评论区留言哦 时间到了02-03赛季 Kobe和Shax所领先的胡人 在此前的三年时间内 完成了和Jordan一样的三连冠 25岁的小飞侠 此刻已经成为了后Jordan时代 可以代表NBA的人物之一 同时胡人队的野心还没有停止 继续追求四连冠才是他们的目标 如果说Jordan以前的公牛队 是他们望而心态的传奇球队 那么现在的巫师队 只是他们争贯路上的一个小障碍物 Kobe和Jordan这一队师徒 在赛场上最后两场比赛的缘分 也即将在这一个赛季划下句点 2002年10月9号 因为Shax再度缺席 Kobe又一次单核带队 在客场挑战巫师 这也是Kobe和Jordan两人第七次的交战 而比赛一开始 Kobe就快速进入状态 从外线长驱直入 无视了巫师的防守 上篮得分 Jordan在替补登场之后 成功抄截Kobe的传球 单人删入敌方半场 利用队友的挡拆掩护 面对Kobe和Fish的两人防守 自行投篮命中 而说到Jordan 转身后仰跳投 绝对是他的招牌之一 年龄只不过是数字 乔生哪怕年轻40 还是可以完成 如此流畅的后仰跳投 而在第二节的中后段 Kobe和Jordan两人的经典对抗 再一次上演 尽管Kobe对Jordan的进攻模式 和步伐都很了解 自己也从中受力扬多 但还是无法阻止Jordan 从外线开始背身持球 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和脚步 不断往内线引动 就像他之前说的 只要能够找到防守的空隙 那就是出手的时间 突然的急停急转 加上后仰跳投 Jordan在Kobe的防守下 砍下两分 比赛的赛拼在看到这个动作之后 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 This is Michael Jordan 进入自己进攻节奏的Jordan 完全停不下来 转身后仰跳投的得分效率也很高 在半场结束 帮助巫师以49比40领先胡人 而Kobe也坐不住了 下半场一开始 也完成了一季 1-1转身后仰跳投 随后又在防守的回合当中 送了Jordan一记火锅 紧接着助攻Fisher得分 完成了一波精彩的防守反击 但同时Jordan的手感完全没有下滑 接球之后面对Fox 再一次完成招牌的转身后仰跳投 在华盛顿的主场把比分优势扩大到13分 而Kobe在本场比赛 更多是利用造犯规罚球得分 而Jordan的后仰跳投开关 就好像完全不会停下 在第四节一开始 又再一次用这项武器得分 但是同样的进攻模式 对于Kobe来说 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 面对这一次的后仰跳投 Kobe完美预判 起跳封阻了Jordan的投篮 而到了第四节 巫师全队的进攻效率开始下降 Kobe面对Jordan命中了一发 十分关键的跳投 帮助胡人队将比分的分差 缩小到86比88 仅有两分之差 而本场比赛 直到最后一刻 都不清楚谁会是最后赢家 胡人在比赛还剩下4.5秒的时候 命中了关键三分 以99比98反超一分 而Starkhouse在最后时刻 完成了逆转比赛的扣篮 帮助巫师以100比99的一分之差 战胜未冠冠军胡人 Jordan在本场比赛 砍下了25分 而Kobe则贡献了27分 6篮板4助攻 时间到了2003年3月29号 胡人在主场迎战巫师 这一场比赛 是Kobe和Jordan在NBA期间 除了全明星之外的第8次 也是最后一次较量 虽然Kobe和Jordan在这场比赛中 几乎没有对位 但是他们却都上演了 很精彩的得分盛宴 Jordan一出手 就包揽了全队前13分里的12分 Kobe也在首节命中了一颗三分球之后 在这个晚上 正式化成为得分机器 眼看着比分就要被胡人追上了 Jordan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抄截 阻止了正准备接球的Kobe 由于后场没人 Jordan起跳 双手爆扣得分 尽管这是在胡人的主场 但是依旧可以听见观众送给飞人的掌声 紧接着Kobe先和队友配合 完成了一次抄截之后 面对年轻的卢指导上篮成功 并且造成对手犯规 打进2加1 Jordan也在随后的进攻回合中 利用自己的招牌 吐蛇空中拉干上篮 欢迎颜色 虽然没有打进 但是两颗罚球稳稳地进入网窝 帮助巫师在首节拿到7分的领先优势 而Kobe在接下来的两次进攻回合中 先是在右侧45度角命中3分 随后又在左侧命中中距离投篮 一口气帮助胡人追了5分 而防守Kobe的卢指导 完全没办法阻止黑曼8的攻势 Kobe长驱直入 强吃篮下 上篮得分 随后又命中了一季无情的3分球 完成了精彩的首轮演出 而Jordan在第一节砍下了13分 Kobe更是暴走砍下了19分 其中包揽了胡人在第一节最后的全部12分 而Kobe的火热手感 即使经过了一节之间的休息时间 仍然没有熄灭 第二节开始就命中投篮 当赛平还在说 无限开火但无虚发 而等到Jordan接到队友传球 命中了一发中距离之后 Kobe在左侧低脚 又又又命中了一刻三分 此时的赛平已经说不出任何话 只能一直重复 Oh my God Oh my God 和Oh my God 然后Kobe 又又又又命中了一刻三分 将比分反超 胡人的主场也爆发了巨大的欢呼声 整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胡人全队得到了38分 而Kobe一个人就砍下了3分 而第三节进行到一半 拜祭者Kobe 又一刻三分入网 胡人已经领先了21分 为76比55 就和比赛开始一样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进入Zone模式的Kobe 一记抄截之后 又在被对手强行碰撞的情况下 在右侧底线附近命中跳投 一句话形容这个状态下的Kobe 就是怎么投怎么用 而沉寂了些许的Jordan 并没有辜负和Kobe一起跳的最后一支舞 在第三节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的情况下 持球杀入篮下 面对四名防守球员 腾空跃起 完成了单手抓球 飞天投篮 而Kobe在随后的一次进攻中和Jordan相撞 乔绳倒地之后 Kobe像是在和自己的好兄弟玩耍一样 用自己的拳头去捶Jordan的胸口 虽然我们是对手 但我们同时也是最好的良师一友 这或许也是男人的专属浪漫吧 而无师觉得整场比赛已经在无获胜的期望 也将乔绳替化下场 在Jordan和Kobe两人的最后一次较量 无人108比94战胜无师 Kobe半场砍下42分 全场轰出55分 Jordan也砍下了23分 在这个晚上与Kobe正式完成了世代交接 以及拳杖的传承 从1984年开始进入NBA 最初的六年无法打进总决赛 甚至在最开始的前三个赛季 在首轮就被对手淘汰 但是随着时间的打磨和岁月的沉淀 终于在进入90年代之后 Jordan和公牛迎来了他们自己的王朝 在90年代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率队拿到三连冠 在顶峰战了许久之后的Jordan 在1999年1月13号宣布了第二次退役 而这个时候 看着他的背影 追寻着Jordan成就的Kobe 紧紧在联盟打了三个赛季 在和Shaq一起磨合了接近三年的时间之后 同样也在禅师的指导下 年轻的黑曼八率领胡人 赢得了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紫金色的三连冠 而Jordan因为911事件带给人们的冲击 选择在巫师队付出 虽然已经年近40 但非人的进攻能力 仍然是全队最闪耀的那一个 两人再一次在球场上碰面的时候 一个人已经卸下皇冠 代代进入季后赛成为了他的首要目标 另一个人则是为了追寻三连霸 向全联盟宣战 而看着在球场上 和我拥有一样的动作 一样的好胜心 一样可以为了训练在凌晨起床 只为了更接近胜利一步的你 我知道你已经做好准备 在新的时代称霸赛场 迎来属于你的时刻 而你也真正做到了 并且和我一样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偶像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比我年轻了那么多的你 竟然会早一步离我而去 在黑曼八离开的纪念仪式上 Jordan哭着说 我身体里的一部分也随着Kobe离开了 一位观众曾经留言说 Kobe的退休和离开让他觉得难过 不仅仅是因为蓝坛丧失了一位传奇 也因为他再也无法看见 有人在球场上可以复制乔丹的动作 我很喜欢的动漫《海贼王》当中 乔八的老师西洛鲁克说过 人究竟什么时候会死 是心脏被枪打中的时候吗 不对 是得了不治之症的时候吗 也不对 是喝了剧毒蘑菇汤的时候吗 当然不是 而是被世人遗忘的时候 所以Kobe跟 Jordan和Kobe是几代人的青春 你们一次次感动上帝的演出 让我们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 生在有你们的时代 是我们的幸运 能够见证你们的篮球盛宴 对于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荣光 谢谢你们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